欢迎收看传媒对焦 多伦多市长补选有超过50名候选人 而一直全民会参选的周志卫 迟迟才宣布加入竞选 他再次参选市长的职位 是抱着什么的理念 今次又有什么新的政纲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通过Zoom市长 请来候选人之一的周志卫 接受我们的专访 Olivia你好 你好 很久没见 很久没见 Olivia其实比起其他的候选人 很多人都会选在第一天的时候 就立刻去登记 但是你是比其他候选人 就迟些之后才登记 其实原因是为什么 和为什么你会再次出来参选呢 我发觉这十年来 当然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城市 我爸爸妈妈移民 我13岁移民来加拿大 就因为觉得 很多种族在一起 是一个很平安 很有充满希望的城市 但是我发觉 在这几年 就是城市就比较贵了很多 各样都贵了 公共交通又贵了 但是服务又不是那么好 我们开车的 很多时候经常塞车 还有路又烂 地铁又是做得不好 还有最近就比较 在安全那方面是有问题的 我有些朋友 我其实年纪大一点就说 哎呀 我都不敢进去那个室迷 那边听着有问题的 哇 这么多样东西 还有打911 on hold 要等 哇 打911是急事的嘛 没理由要等那么久的 所以有好几样东西 我就觉得是我们可以做得好一点的 所以我就想 因为我有做了很多年经验 做市员、国会员 我就觉得 其实现在是一个城市 多元多城市 是需要有一些 比较有经验的人 所以我出回来 说我想选做市长的 那你又问 哇 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啊 那其实都是两个礼拜而已 一来我要做一个 比较大的决定 二来呢 我就自己有份工是很好的 是我做一个叫做institute 一间学校 是训练人怎样参与 在一个社区里参与政治的 那就整万个学生 那我要是交代 我正在做的事给一些人 那我才可以 take a leave of absence 可以拿一些时间出来竞选 所以就拖了少少时间 所以晚了两个礼拜 但是如果你说是 nomination的时间 到5月12号 所以都未算太迟 其实呢 今次的这个市长补选 可以说呢 除了多伦多以外 很多人都很触目 觉得大家也都知道 华人社区非常熟悉你的 你一位资深的政客 但是看回今次的候选人 很多都不容忽视 又有现任的事议员 也都有前警察总长 也都有特意去辞任这个省议员 来到去选举的 面对着这么多 都算是重量级的候选人的话 你觉得你自己的不同之处 你的优胜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我有经验是做多事出来 譬如很多年前 打911 开始只是讲英文的 现在你说国语 广东话没问题 可以有服务 240样服务 老人家如果是收入是低一点的 牙齿服务可以免费 那些是我那里重建 或者是在国会山莊 拿到一些钱出来 来买个设计车 我现在LINE1的设计车 是那个地铁 是我当时在TTC 做副Vice Chair的时候 是逼到进去的 我知道怎样在联邦政府那里 跟他们合作 也都知道是在市会那里 怎样是做到事出来 我就觉得其他那么多候选人 已经是这10年他们是市议员 或者是警察 警察 我觉得他们没错是做到事 但是城市很多样东西都不是那么好 很简单 有些老人家来说 总是说我在那个 在那个公园里打太极 为什么那个洗衣服不开呢 老人家要多些去 有时候打太极 或者中间要去厕所 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做得不好 那你做了八九年十年 做了什么出来呢 我觉得 我就比较有些经验 是真的实事 有需要做的事 我不会说是 说到开很多空头支票 有很多事需要做的 我就是 你刚刚提到你说 其实你是很容易可以作为一个桥梁 因为你在市政的层面有这个经验 也到在联邦的层面有经验 但是看一看其实多伦多市议会 那个气候的政治的风气 是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多伦多是零射左右派 是这个壁里比较分明的 大家都知道虽然说市议会 是不可以有这个政党 或者不是说计算这一样东西 但是我们都知道多伦多市 就是左右派的壁里比较分明 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省长 是这个进步保守党 你觉得如果你成为市长的话 你怎么能够可以同道 向省府的争取 又或者是联邦的自由党 怎么可以跟他们争取更多的资源 怎么可以跟他们沟通合作呢 你看一下 给一个例子 你说国会山庄 当时我做国会议员那八年 是保守党HAPA做总理的 HAPA我2006年一想到去就说 喂 你要是为人头税平反 我要说对不起 那HAPA你看到 就是在国会山庄 我们推了很多年了 结果在2006年 我当时是国会议员 就正式对华人社区说对不起 因为当时平反 我很歧视中国人的 还有是给那些苦主有些赔偿的 所以无论是国会 保守党也好 自由党也好 我很多时候 那时Jason Kenney 是Immigration Minister 是做移民局长的 我和他合作 很多样东西都做到出来的 如果你说是 啊 赖市民 市长 no body 说回几年 我当时是市议员的 我做了财政委员会十年 在那十年之中 小鸣仔在学校 需要有时肚饿 学不到东西的嘛 这样我就做了个计划 就不如小鸣仔在学校里 有些东西可以吃到 有时是 breakfast也好 lunch也好 为什么也好呢 有时如果在家里有钱的 可以给一些 没有钱的不需要给 这个计划现在 是有二十万个小鸣仔 在学校里 在东南多城市 是有这个计划 那时 华市民 市长是保守党的 没问题而已 一样做到 总之是合理的 还有人民是团结在一起说 哎 是哦 小鸣仔牙痛 或者老人家牙痛 小鸣仔肚饿 需要有真的有 做到事出来给他听 你保守党也好 自由党也好 不要紧要 需要做的事 会做到 那当时 真的啦 小鸣仔牙齿服务啊 吃东西啊 在学校里 那些是真的做到出来 所以没有问题的 德科是没错 进步保守党 合作没有问题 只要人民团结 一起做到 跟他可以谈到的 嗯 那你都问下了 最后的话就说 其实你觉得 现在多伦多市 首要解决的问题 是些什么呢 我们现在常在讲治安 我知道 那我们讲治安的时候 也都有人批评你说 其实以前你做市议员的时候 在警队的预算的时候 经常都投这个反对票的 就是不会是增加警力的 那其实你觉得 现在多伦多市 如果你一旦上任的话 有些什么是你首先最关注要解决的 如果你看治安 你看今年 一半的过身者是谋杀 另外一半就在街上撞死的 就是说得难听点 就是那个traffic incident 老人家过马路 或者是开车撞车 所以有好几方面 如果你说治安 治安不是traffic那方面 那里其实有好几样的 家庭里面有violence 那种不同的治安 另外一种就是叫做stranger 就是你不认识那个人的 而是最近在TTC 其实那方面 你说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不认识的人 认识的人有时里面 尤其是太太被丈夫谋杀那些 或者是date rape 那些的问题是另外一方面 那些人害怕那里 就是其实 如果你跟警察说 他说那个人是有精神病患者 你叫我们出去 我们不懂得怎么做的 你应该找一些 是social worker也好 对精神病患者 懂得怎么样去对付 就是搞得怎么样的 给他有treatment的 那里才可以是治本 是治根 不是因为 如果不是呢 你捉了他 入了牢 他又出回来 这样就变成了 你做不到treatment 有时 所以那些人说 治安那方面 有人打电话 报警 那个人不知道 好像拿着刀 拿着刀当然又有警察 但是那个影音 又不是有其他问题的 你就要去 在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mental health 资源在给不同的 就是除了警察以外的 没错了 没错了 还有比如traffic那里 traffic那里应该 那些警察自安 你治安搞得好些 不会是因为 有个交通的问题而伤亡 或者有些地区 可能要駕慢一点 有小小老人家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办法 不是说只是 把所有钱进去 找多些 Officer Police 警察 就可以搞得好 明白 谢谢你Olivia 今天很清楚 跟我们说了 你有关你的不同的政綱 亦都是跟我们说 你首要的任务是什么 谢谢你Olivia 谢谢你 各位 如果想重温以上节目内容的话 可以去到本台的网站 电击节目重温里面的 传媒对焦就可以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